一家人坐在一起 吃上一顿带着家的味道的饺子 这就是最好的团圆 在东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 教导员王柳斌的这个新年 也过得格外温暖 今年同是军人的妻子吴文芳 带着儿子和老人陪他一起过年 三地分区的一家五口 终于实现了团圆 这次团圆之前 王柳斌已经半年没有回过家了 我们去买什么 除夕上午 王柳斌就带着一家人采购年货 为年夜饭做准备 母亲为了让儿子吃上一口地道的家乡味 一直忙活着制作家乡美食 肉麦饼 很危险的 快点给我吧 这个很 烧烧烧烧烧 全家人一起上阵 不一会儿 一桌象征团圆的年夜饭就做好了 公公婆婆两个人特别不容易 他们从我们俩结婚以后 就没有那个儿子在身边过年过 虽然可能只有短短的那个三天时间 但是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比较难得的 然后既然是过来了嘛 又尽量要像那个我们在家里过年一样那种感觉 虽然说我们比较艰辛一点 看似波折一点 但是我觉得在波折的那么艰辛中 也有我们自己的幸福 也没有说觉得特别苦特别累 反而觉得特别有寓意 父母在哪里 老婆在哪里 小孩在哪里 家具在哪里 就是不再是说是故乡是家 而是亲人在哪 哪就是家 小孩在哪里